这个行印 要按维士学的意思 它是生死的根本 前面那个想象是烦恼的根本 它是比较粗文 行印其实在维士学 它的名字叫做横省思量 就是我们的心当中 对这个生命体 用很坚固的执着跟爱找 这个我们行印的爱找生命很奇怪 我们不爱过去 我们也不会爱未来 我们是爱现在 这个行印很奇怪 你看他那个维士学怎么说 他对这个第七一世 这个横省思量说是 随所生所系 随着我们业力在哪里受生 我们的执着就在那个地方出现 你说你变成一只蚂蚁 这个蚂蚁的果报很差 你应该是不喜欢这个蚂蚁像 你应该让你自己早点死掉 不对 你要杀它的时候 它也是怕 它也不想死掉 我们比方说 你说极乐世界很好 我们读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震报的身心 它的色身五种神通 一报有七宝石 八宫得水 楼阁宝树 那你应该会喜欢极乐世界 不对 其实不是这样 一般人是喜欢你现在的生命 我们对生命的直取 是随所生所系 我们只爱着现在 很奇怪 每一个刹罗都爱着现在 虽然所谓的现在也是变化 但是它就是现在 现在 现在 它就是爱着当下的生命 不管这个生命是快乐的 不管是痛苦的 我们内心对这个生命 有一种深深的爱着 希望它相续下去 这样的一种心态 就是众生做 这个很维系的 我们一般人大概 很难去观察到这一层 我们一般人大概就是 活在感受 想法 跟着感觉走 跟着你的想法走 大概是这样 一般来说 古德说 要会看得到你那个 练练千流的直取 一定大概是要有禅定以上 那我们现在的知道叫做比量 依止教理而得知的